要让年轻朋友再一次地燃起他们的热情 挑战自己的期限 台北市长辩论会不仅台北市民关心 就连学界的教授也很关注 三个人的证件从辩论中整理出来 蒋婉安写了两大章 就只是简单地写 但是另外两位其实几乎没有讲什么证件 所以我觉得在第一个就是 愿意把证件呈现出来 去给大家看 让大家检讨的 目前看来是蒋婉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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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论会一开始 蒋婉安先用台语开场 而且利用八分钟的时间 阐述他从政台北的政界 学者观察 光是这八分钟 说出他对台北市未来的剥话 这一点就赢过其他两位候选人 他不用批评任何的人 但是他讲出来很多不同面向 台北人的心声 包括交通 所以他讲出很多点 所以他的讲法都是 先切入一个问题 大家看到有感 有感然后推出来 他要怎么去解决 像是他提出要将内湖南港科学园区结合成科技廊道 基隆和左岸屋林老舅的房子进行都根 另外要帮大同万华文山区的文化资产找到新舞台 并且提出新生儿政策强调生育补助从两万提高到四万 生第二胎的夫妻可以优先入住社会住宅 蒋王安的确胜出 他把台北市的一个愿景 做了明显的一个破话 针对12个行政区 去建构一些相关比较细密的一些 政见上的一种规划 学者普遍认为 蒋王安在这场辩论会中 不仅政见言之有误 而且掌握攻守兼具的节奏 有利于选情发展